国家元首呢 他是民意代表吗 不是 他是官 宪法法庭不是民选机关 他面对的是民选的立法院 他必须要给予民意呼吸的空间 我们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常 可以正常运作的立法院 我们没有民主政治 我们没有法治可言 我们现在不都是用国家元首 在决定谁是朝吗 那行政院长 行政院甚至不是民选的机构 他是需要负责执行民选的机构 写的法律 宪法基本原则就这样 所有的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此啊 国会议员是民意代表 国家元首呢 不是民意代表 我们会认为国家元首是民意代表 他是民选的 他全台湾选出来的 他是民意代表吗 不是 他是官 性质上不同 今天看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是在宪法法庭 当宪法法庭说立法院的立法是违宪的时候 他直接拘束立法院 可是各位我们不要忘记哦 在宪法法庭里面 说话的行政院不是民选机构 宪法法庭不是民选机构 他要去说民选机构的立法权是违宪的 这里面立刻会有一个叫做反民主的这个困境 但我必须要说过去一下宪法法庭或者是大法官们都很清楚的认知到一件事情 他面对的是民选的立法院 他必须要给予民意呼吸的空间 所以身为一个不是民主选出来的机构 帮民主选出来机构化界的时候 他必须非常谨慎 他必须高度尊重 也就是说你没有非常十足的把握 说这是违宪的 你不应该清理化界 作为一个最后的法治的守护者 绝对不要过度的介入政党政治较力 那只会伤害宪法法庭自己的公信力 如果宪法法庭让一般人都觉得 哎呀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帮谁的 然后他讲出来的宪法就跟他的政治立场其实是一样的 那坦白讲这样的宪法法庭公信力是很薄弱的